我對兩岸關係的立場都是一致的 我處理兩岸失誤的態度就是務實 到今天我還是認為兩岸交流比斷流好 合作比對抗好 一家親比一家醜好 我對兩岸關係的立場都是一致的 我處理兩岸失誤的態度就是務實 是從2015年我首次參加雙城論壇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終究兩岸之間歷史文化相連 經濟往來密切 到今天我還是認為兩岸交流比斷流好 合作比對抗好 一家親比一家醜好 我一向主張五個互相的原則 也就是互相認識 互相瞭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互相諒解 其中互相諒解最重要 雖然兩岸之間仍有僵局 也各有堅持 但應透過溝通與對話 互相學習 取長補短 共同追求兩岸的和平發展 我也一時秉持 促進交流 增加善意的精神 來從事兩岸交流活動 其目的就在增進兩岸善意互動與人民福祉 大家都希望和平相處和平發展 共同追求兩岸更美好的未來 雙方在附信的基礎上 把人民的福祉擺在第一位 透過對話 共同來面對問題 共同來解決問題